不同学生向校长告老师的众 普通学生 好了同学们 黑板上呢 是我们今天的家庭作业 啊 这么多作业啊 不多吧 好好写 写完明天我检查 下课 这还不多 你要写到什么时候啊 对啊 中文老师越来越过分了 对啊 这么多作业我写到12年也写不完 你才12点呢 我两天都写过 我去找校长去 太过分了 雅南 有事吗 我 我有一点事 有事你就说 呃呃呃呃呃呃呃 我想上厕所 什么 人口吹鸡血 哎呦你们 上厕所你去啊 快上去 啊 哎嘿嘿嘿嘿 怎么了 来 好吗 来啊 干嘛吃校长了 然后呢 然后呢 然后你怎么说的呀 我我看到校长太紧张了 我没吓过 出 không 你看看你这边是有胆量 那校长长得太凶了 算是有胆小 还是看我的吧 你小心点去也不行 看见哭着你来 学霸 太不像话了 容莫老师 你怎么可以给学生布置那么多作业 校长 我不是为了他们好吗 再说了 我不知道也不多呀 怎么不多呀 一万字的作文 五篇嘛 还有练习册 十本 又是你写 你能写完吗 容莫老师 你看小夕都那么瘦了 你还让她写这么多作业 对呀 我写作业写的都没时间吃饭 那要不小夕 你就写一篇一万字作文 一本练习册 这也多 这样吧小夕 作业呢 你就不用写了 谢谢教长啊 可是这 没有可是 回去吧 耶 我这说嘛肯定哭着回来 小夕什么了 我去找校长 校长跟我说 我今天没有作业 哈哈哈哈哈哈 哇 小夕的我勇敢一点啦 这什么好事啊 那我也去 小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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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长 你给我们老师商量商量商量嘛 不知那么多作业干嘛呀 写得我的手都酸了 每天还要熬夜写作业 叫他睡不好 你说我睡觉睡不好 第二天肯定影响学习吧 影响学习就影响我的成绩 我说你不好传助理 我说你不好传助理 肯定会坏我们学校的名声嘛 你要传助理怎么着 有道理 有道理 所以说嘛 你给我们老师说一下 让他少给我布置点作业 最好是不过这作业 这样就可以修训了 修训好 我的学习手机就会放上去了 对不对 嗯 啊 什么老师 给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呀 校长安排的 让我多给你布置了 二十本练义册 还有五十张试卷 校长 为什么呀 这还不是受到你的气氛吗 你不是说你成绩不好 会影响到我们学乡的名义吗 这样 我呢还用提海战术 让你多做提 这样你的成绩就会提高了呀 还有你吗 啊 校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不够 我去给你拿 再回来 校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哎 别拿呀 哎